大家好,欢迎收睇大胆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讲 明天7月1日,沙田日在深水 喜欢片段的记得点赞,订阅,订阅频道 按下小钟,有新片通知你 除了订阅之外,可以考虑加入会员服务 现在加入都可以玩到贵尾,包到你贵尾 还有看看会到时候贵尾结束 足球会不会提供给大家 自己按进去,三个价钱,试除专辩 都放了会员片出来给大家参考 就可以看到付费会员可以得到什么资讯 自己参考了,说明天赛事 采用沙田私跑道 十场赛事,有八草两泥 头场开跑时间是1点钟 自己密切留意 深水有四场跟大家讲讲 第一场五班,泥地,1200米 一号码,常山其宝 跟大家介绍 也不用多说了,看下去 这些四五班升降机 减分减到下来五班 又是时候出击的了 一路都是跑着 草地完全是消磨分数 下来五班,就收起来一场泥地 手本路程,1200米 是博杀的格局 泥地这一马,五班是超 排着111档,没什么所谓 都是留住 入直路,冲一段冲上来 看这一场前面都 你说太快了,不会的 他跟着中间为之 咬着你前面都是明月星辉 和喜气绵绵放 看上来 他还有一个香港人 尹姓三只 变成了在前面走 他拾一档,拍完去 守住外踏有三位跑 有遮挡三位跑 入直路,撒开大步 外面上 配上野马功臣,何宅瑶 配上野马功臣,何宅瑶 希望他在季尾再继续多一场 下季又可以 启动减分的行动 又减到够,又落五班 又来地 到时又可以继续 再来第五场 4800米 近期的12位 组别赛事 都比较水准低 这组都是一组低水准的赛事 一看就知道 这只老实人 终于说 舌欣不能骑 上次推荐 舌欣的样子 选择都没想到 入直路 那个裸位 真是早点 拿到空位出来 就不用到尾巴 因为他这么贫能 上次在两只马中间 又要拿下空位 就不是一气呵成的 沖下去 谷草可能对他 不是这么巧发挥的 这只马都是填草 因为他说 沖一段 长一点直路 让他早点看空 就会比较适合 跑一点的 都出动了 潘顿 六档起步 这些很容易可以 承受到 潘顿 留一留 入直路 你拉出去 看空冲一段 有多少多少 行不行 食忽 27元都没有原念 这些都是希望交代 你说 幸运传奇 真的不是太多了 上次谷草被他放出来 到尾巴直路 都捱不住 无以为计 变成了 没办法 变成了 只能够选回这些一号老实人 再来第七场 粤港杯 杯赛场合 三八千二迈 真的没办法 二号风雨区 上次推介 真的没办法 差一点 上次的短头位 真的给大家 看一看他怎么输 真的 真的 不倒的 上次 顾东尼都说 他一定有得赢 上次一档起步 沿途跟着中间位置 是下雨 尤其是比加州更好 偷到鸡 其实看上去 都像是吃到下头 谁知道 尤其那一步 真的拍照 拍下去 真的跌回 跌回猪肉 真的咬到下头 这边很轻松 转移出来 看空 潘顿就开始 骗下去 追前面 加州更好 一路 骗下去 都开始逐步逼近 去到二百 开始追贴了 八五 开始继续打下去 一百都曾经是贴着 过过下 是最后的这几步 你可能会被骗下去 被骗下去 被骗下去 真的骗下去 就是这些 场地变化 那些少少的变化影响 就是那一步 以为 可能阿高仔也是风雨区走投 加州更好 吃条桥 就是那一步 没办法 输少少 这次再出 这组对手比上次更弱 那你就没办法 1.8倍 你真的要吃 这些话 你没什么机会 在手 季尾阶段 还要杯赛场合 继续杯 帮马主 希望 威威 热一点也没办法 再来第八场 又另一场杯赛 二班跑千八米 香港回归杯 继续推荐这只HELLO DADDY 给大家 上次 下雨场地 给他 占到先机 十四档起步 一直放回来 由头大到落尾 十二倍 吃出的 半冷门 其实这只话在外地都是跑开长途 这次升班加程 千八米 也有一段长的直路 给他压连带放 白档起步 继续判明辉骑 这些是OK的 原装配搭 带过来 跑千八米 上次都前快后快 头三段落雨场地 都放到一分十秒多 回到来都贯注到底 所以这次上班 带着HANDBO 都是在前面走的 明天天气 预计都比较好天 都是天情地化 随时又给他一分钟 下雨又投放到尾 好天又投放到尾 这些马下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的跑法 吃到形势 到时夹下去 一下子就搞定了 潘明辉近排都有冷门 刚刚没拍权 又被他收拾一只 所以 这些上班有些赔 十六倍 是时候又要收拾 四场深水说过了 希望明天大家回归入 能够 赛马日 能够收拾到多少 相信你们晚上二回 是这样 我